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买房女性说了算 两性购物动机有别 男人表示想找老婆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 北市110年房屋税课征户 总共有120万7615户 其中男性纳税义务人 就占了48.47% 女性纳税义务人占51.53% 这项数据显示 女力已经崛起 尤其是在买房这件事上 女性更扮演关键性的决定角色 那以前呢 女人的安全感可能是来自于 与一个死心塌地的恋人 现在女人的安全感更多来自于 写着自己名字的房子 那对女人来说 房子不仅是住所 更是安全感的来源 买房之前都是漂泊 买房之后才是安定的生活 就有网友表示 有了房子 就在这个城市有了家 结不结婚都行 自己有套房 哪怕在小 跟老公吵架 也有个落脚的地方 自己买房 找对象的时候 可以不用在意 对方有没有房 因为自己已经有了 想离婚的时候 也不用考虑 能不能分到房子 反正自己有了 那根据行政院主记 总处日前公布 2020年底 25岁到44岁的未婚率 就达了43.2% 创历史新高 那就有网友表示 没有自己的房子 要怎么嫁 住婆婆家 整天受气吗 单身快乐啊 为什么要结婚 女生赚钱能力变好 不需要结婚 也能爽过生活 那很多人就认为 如果结婚 不会过得更好 女生也不用强迫自己将就 那男生跟女生真的好像来自不同的世界 就像是买房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这边就列出一些点来讨论 像是为什么要买房 男人买房的内在动机主要是想要找老婆 另外则是想要借此彰显自己是个成功者 而女人买房的原因只有一个 没房没安全感 那男人买房的外在原因主要是因为来自于老婆那边的压力 而女人买房的外在原因可能只是我身边的朋友都买了房 男生真的跟女生有一点差异 当然我是一个比较差的案例 很多男生是为了要结婚买房 或者是说要买房才有办法求婚 之前有个广告讲得很好 就是你跟丈母娘之间只差一栋房的距离 那像这样子的这种状况 我个人身上是比较不太会有 我是比较倾向于不要结婚派的 你没有想要生小孩的话 你没有一定要结婚 也不要说为了结婚而一定要去买一个房子 但这个是只是个人 很多人不是这样想 但我身边的朋友的确在他们三十几岁的时候 的确是为了要结婚是真的是想要买房子 我要买房子 我想法当然就是自住 或是要投资赚钱 这个是我比较偏向的想法 那女生不一样 好像是标准配备 现在女生也不一定说她一定要结婚 她才会想买房 或是她想要对方有房 这不一定 就是她可能觉得她要安定 或是真的朋友有 或是她觉得可以 还蛮多女生很精明的 觉得买房会赚钱 她也想要 女生对于买房的强烈欲望 我觉得会比男生来得强一点点 如果说男生没有考虑到结婚或是生小孩的话 男生的第一考量点 可能不一定会是在买房子上面 可能是买车或是股票 对 以车子为优先 但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 可能有一点点投资 或是周遭的朋友也买房 就是这种身份地位的象征的话 也会想要买房 可是在我年轻看 还二十几岁的时候 身边就有很多女生的朋友 就很期待有自己的房子 可以自己搬出来住 也会担心说这种婆媳的问题 那你看我二十几岁 距离现在也二十年前了 现在的女生来讲 就我相信自主的个性会更强 如果说能够有自己的房子 不用跟公公婆婆住 也不是说他们很不喜欢 因为这样讲会得罪人 那现在公公婆婆 也不一定喜欢跟年轻人住 对啊 你们自己年轻人自己住啊 你们也不用顾我们啊 也不用在那边弄得到的时候很尴尬 现在的社会变化 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的确 我自己也是感觉 女生对于买房子的这种需求 会比男生来得早 蛮多男生可能还在 三十出头的时候 还在想说 等一下下一招要去哪里玩 女生可能就已经想说 那你不存点钱 等天喝酒跑出去玩 要存点钱 我们要买房子 就像这样的状况 在我那一代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那我相信现在的女生 比我们那个时候的女生 想法上面更有自主性 所以我觉得对于房子的 这种感觉 对于他们来讲 一个除了安全感 然后自主性独立感 我觉得也是现在女生 对于买房子的需求 比较强烈的一个原因之一 下一点呢 下一点是买房的时机 男人买房选择时机 除了看头期款 是否已经存够 还会看看最近的房价走势 要是看到房价急剧下降 就会想要赶紧出手 把握时机 女人买房则比较不会理会 房价的涨跌变化 并总想在结婚之前 把房产搞定 这个就是规划的点不一样 女生在规划的话 可能是她的人生的规划 我到了几岁 我谈了恋爱 然后我刚好 遇到一个不错的人 我希望能够在几岁前结婚 结婚的时候 要有什么什么什么 真的耶 我有些朋友 真的是这样子耶 我就会觉得 好认真哦 因为这是 通常女生会有一个 就是从小结婚 就那天穿婚纱的 一个小小公主的梦想 她的人生的剧本 已经先写好了 因为这个东西 对于女生来讲 就是她感觉 她被宠爱的一个过程 可是对于男生来讲 就比较不太一样 小时候可能玩很开心 我高中的时候 学业压力来了 就开始 你不要没有考好 我家人没有出席 没有工作 娶不到老婆 到时候被人家嫌弃 到时候没有出席 到时候没有出席 就是整天 没有出席一直在讲 永远都在一个 担心没有出席 这样的状况 你就会觉得 这所有东西 对于男生来讲 都很负面 都很压抑 这可能是传统教育的关系 现在可能女性意识抬头 很多女性 已经慢慢逃离了 以前的这种传统的思维 她可以不用有 太多的剖析问题 但是问题是 现在的男生 还没有办法逃离 以前传统的思维 就讲简单的 如果今天一个男生 赚得比女生少 那女生会怎么想 不能说全部 但是有蛮多数的女生 不太愿意嫁给 收入比自己低的男生 还是会认为说 男生要有肩膀 要有担当 但是男生有肩膀 有担当 这个到底是不是 是传统的思维 是吧 算是嘛 所以男生身上的枷锁 还是没有松掉 刚刚讲的是男生的部分 女生现在 她可能社会开放 好像婆媳这个问题 能够避开就尽量避开 搬出来住 好像也都是正常的 就是慢慢已经 有点挣脱传统的束缚了 比如说回家要三重四德 这种东西 不可能看到了 我这个年代都没有了 更何况现代 但是现在男生 对他们来讲 除非说他真的 已经开始考虑到家庭了 或是结婚要生小孩了 不然有时候可能年轻的时候 还会觉得说 我现在有赚钱 再去喝一杯吧 或者出去玩一下 就像是功课一样 小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给的功课 你一定要好好读书 将来有出息 找到工作 然后接下来 交了女朋友 当你要开始 讨论到结婚的时候 好像又是另外一个部分的功课 你要去买房子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就会好像 对于男生来讲 这个都是你逃不了的 就是你没有房子 你结什么婚 可是当有房子的时候 又会说 你要跟你老婆出去住 不跟我们一起住 又会有自己妈妈的压力 有的妈妈会讲了 但我觉得现在 很多数的父母亲 是比较开放了 你们年轻人出去住 是无所谓 这个东西对于男生来讲 所以男生会考虑的 比女生慢 我觉得也是稍微合理的 因为毕竟 感觉上面好像是一种 你必须要达成的一个任务 你每天都在起任务 总是会累 就没有那么想 可是对于女生就不一样 那是他童话故事 里面的一部分 讲到那你男生的童话故事 是什么 男生童话故事可能是 我可以出去玩 我可以跟女朋友 去哪里 去哪里玩很开心 这个可能是男生的童话故事 可是女生童话故事不是 有家里 然后可以住在一起 这样子可以干嘛的 可是女生 现在在做的是 完成她的童话故事 可是男生并没有 在完成她自己的童话故事 那女生慢慢 挣脱了一些枷锁 男生现在其实还没有 我会觉得说 既然都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 大家都睁开枷锁 女生也开始 不要把一些传统的观念 加注在男生的身上 就是你跟男生的收入 你可以比他收入高 但这个也需要点时间 因为其实女生能够接受 社会有的时候 还是会拿出来 你老婆赚的比你多 差点就把吃软饭 这个话讲出来了 就是还是会有吃软饭 这一种比较负面的词 但这也没办法 好来 下一点 下一点是装修的考虑 男人买房对装修讲究 实用而女人买房对装修 则是注重好看 一切以美观为主 对 因为我们就是 譬如我要放什么东西 放什么东西 然后譬如说 这个叫蕾丝变 蕾丝变要干嘛 你要弄到不舒服 那个窗帘的颜色 这样好好看 哪里好看 窗帘不是又要遮吗 就我不要脱光 然后或者说 这个柜子好漂亮 哪里漂亮 这个东西又放不多 而且又这么贵 占空间等等 这个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样 男生会比较希望使用 到时候方便 女生会觉得说 那我要漂亮 这样看起来 不管是拍照 或是朋友来 或自己在里面 就好像是公主般的童话 那男生的话就比较难 切入的点就不一样 你能说真的是哪个好 哪个不好 不知道 纯粹只有漂亮 都真的一定好吗 也不一定 纯粹只有实用 也就一定好吗 也不一定 你怎么找到 你们两个人中间的平衡点 最重要了 下一点 下一点是 签完合约的反应 男生会想着 我什么时候能还完房贷 女生会想着 我什么时候可以住进新房 所以在买房这件事情上 男女的确可以利用 各自的优点来进行分工 这样子夫妻俩 不仅不会吵架还可以省下一大笔费用 例如男生可以负责找房 女生负责定夺 买房是人生的一件大事 也是婚后甜蜜生活的开始 因此买什么样的房 这样子的决策最好双方都参与 买房阶段最麻烦的就是看房 所以由男生负责找房 之后再由女生做定夺 也是一个好方法 那再来就是女生可以负责采购 男生负责动手 房子买好就要装修了 女生天性都比较擅长采购 而且货比三家的能力的确要比男生强 因此女生不妨发挥特长 把购买的工作包办 男生就负责兼工和动手执行 反正体力活本来就该是男人的工作 这边他有点那个性别歧视 的确体力活对于大家来讲 认为都是男生应该做的 就是刚才讲的传统枷锁 这没有办法 你说女生可能就是在买的当下 确定之后 蛮多开始就好像 那我们之后住在这边是怎么样 到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 那我们到时候再养个宠物之类的 就是开始编织未来的生活了 那真的很多男生会说 那以后我只剩多少钱可以用 就是会烦恼一些事情 因为刚才讲的 这就是任务解锁 要达成任务 总是会需要花一点点精力在上面 所以立场就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没错 然后也可以男生负责硬体 女生负责软体 因为男生更注重实用 女生更注重外观 一个好的房子 但要又结实又好看 因此不妨将分装进行分工 男生负责那些 看不到但重要的地方 例如系统设计 女生可以负责决定房子的格调 例如选颜色 男性负责赚钱 女生负责理财 比起男性 女性似乎更着眼于未来 愿意牺牲现在的享受 来换将来的安稳 而男性则偏向享受当闲 例如买车还是买房 两者择一的话 多数女性都会选择买房 大多数的男性会选择买车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房子是资产 而车子是负债 所以女生确实是比较适合 投资理财 另外女性的风险承受能力 普遍比男性要低 属于保守型和稳健型的投资者 相对于男人 则普遍财激进型的投资风格 刚刚专家讲 这个是理想的状态 一般来讲 我认识的都没有在分工 如果说你是男性主导权 比较重的话 通常都是男性 决定大多数是型 那不过 近年看到的 好像女生决定权比较高 就是男生只是陪着去看 女生说 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好 对不对 男生只是想说 这个能不能接受 就顶多分析一些小东西 那女生那个词意很喜欢 你大概也不好左右 我们这讲是比较年轻的 购屋主群来看 如果老夫老妻 那就不一定了 可能看的面就会比较多了 甚至会包含 到小孩下一代 这个时候的女性在看屋 也会更理性一点点 但我们现在讲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偏向是手购 年轻夫妻在刚开始 或者说准备要结婚的 在买房的时候 其实女性的主导权或是女性的意见 反而是比较大的 男生反而没有什么想法 你问男生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买车要改什么车 或是我买车买哪个牌子的车 哪一个型号 因为他可以怎么样 因为他平常有在注意 在他的这个童话故事里面 所以他会想到这些事情 他会有一些想法 你突然 我30年 我从来都没有想房子怎么样的 都还在想车子 然后你突然要买房子的时候 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可是女生不一样 他可能从小就已经幻想 他有他自己的城堡了 要跟海马王子 或是他自己的男主人 住在里面过什么样的生活 他就已经有想了 所以他已经想了可能 20几年30年 所以他这时候买房子 他很有想法 以目前看起来多数的首购的案子 还是以女性主导 跟女性的想法比较多一点点 可能有的女性看起来 比较温柔 但是事实上他讲的温柔 但是男的都会想办法把他达成 他跟建策公司 我想要什么东西 什么之类的 或是溢价 有很多也都是像这样的状况 但这男女的差异 但如果要买到好房子 我觉得理想状况是多合作 但是如果说没有办法的话 男生买房子 尽量多尊重女生的意见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未来的日子 还要一起过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就尊重他一点点 不管怎么样 只要你老婆开心 那你日子就是开心的 老婆不开心 你也很难开心起来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防老吉 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